9月17日星期日早上来一宗命案 就是香港元朗的一宗伤私命案 但标题很吸引 就是40岁的孖山兄弟财困或情困 在屋内烧炭兴胜 女朋友拍门曾经找过他 而最后扬成一个惨剧 网民说这宗连同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死 来看看简短报道再看看网民的观点 看看又闹到JPAS的案件 分钟有机会 来看看 就是元朗一个彩业庭的单位 一对孖山兄弟40岁 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想不开 网民也很不解 40多岁还失戀 搞到自杀 应该不是这么简单 欠债多于失戀 警方也在着手调查 一对孖山兄弟下 在元朗旧区一个单位 烧炭兴生 网民也最关注 大糟糕了 现在事务都这么差 你还在单位里搞这些事 因为他是租住的 原有的业主 比你多得不少 还要 明案已经吵架 还要是整单 伤私 还要是这么爆 就是孖山兄弟下 同日死同日生 9月16日下午4时 一名女子报案 说找不到男朋友 但后来也据报道 似为是情困 总之 好像是订了煲 但有些东西要拿 但这个女子去上纸找 没有认门 但谁不知 原来当时已经 离开了 后来 辰转到16日当日 就是报警求助 他担心有些事发生 人们又说有些什么 留在那个 前男朋友家里 那么紧张 是不是分手了 救人员去到 彩业庭的单位 真是多得他不少 除了单位受害 业主 但那个楼层 或者是上下 都是 现在市道差 总之有这些不好的事 都会很大影响 单位内传出疑味 有些轮居报警 破门而入 有关人员 发现屋内 两名男子 在屋内烧炭 经这个检查之后 证实已经是不治 据那个 初步显示 已经是离开了几天 离开了世上 执法人员封锁现场 展开调查 初步看 两名死亡 童年 孖山 都是40岁 姓王 军任职及兼职 一个电工的职业 案发单位 小孖租住 多得他不少 业主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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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还是死 不要在我的单位 死啊 老师 大孖最近怀疑 同女友的感情破裂 分手 而且 显示是有欠债的 怀疑 初步 于是乎搬到小孖的同住 小孖也这么巧合 跟他一个女朋友同样 40岁同年龄 大孖也是情变 结果 估了一段时间 未能成功 最后 这个小孖的女朋友 因一些事故 要上门找这个小孖 可能拿回一些东西 还是还钱追债的 不得而致 结果 拍门禁门中 没人认就 以为 不在 或者 可能都是潜水避债 避开自己 不要避债 估计 发现 又反锁了 女朋友原来有锁匙 最后 没有遗疑 结果离开了 12号发生 结果去到16号当日 小孖的前女友 发觉 四天都找不到她 就觉得 是不是已经发生了意外 再去到 单位 就联同 孖生兄弟的母亲 再次登门尋找 发觉 那里传出了恶臭 唯有报警求助 去到单位爆门之后 发现 窗户关闭了 也 冷气和电灯 是长开着的 今天那对兄弟 也是躺在睡房床上 但是 这里没有细节显示 是否两个躺在同一张床 还是分开躺 但是可能 也是躺在同一张床 发现 明显已经死亡了 床边也有个炭脑 初步怀疑是烧炭自杀身亡 人员在现场未检获遗书 初步也不排除 大妈受感情及财务困扰 小妈受到感情问题打击 结果两兄弟共赴王全 标题不要介意 标题有时不能够医书直话 一定要共赴王全 想不开做空中飞人 花式跳水 想天堂再聚 那些才行 甚至 要自舌 要自舌 了结自己 也不行 我们用共赴王全是最好的 兄弟攜手共赴王全 元朗重案组接手跟进 看一看网民的 那个智慧又看一看怎么看这件事 首先关注到业主怎么办 空宅很慢 业主Ryp 分钟负资产 还有一位幽默的留言 多了两位长期租客 可以试试放盘 有些 出名的空宅投资者 他们专门骂空宅 看看 可不可以及早放了 自己住又不是租 租给鬼佬 百无禁忌 怎样都有影响 最快 最好 最有效 就是 虚拟一些 虚拟一些 不知道虚拟多少 现在都在跌 迟迈也跌下去 早不如趁这个时候 看看 有没有空宅投资者 可能也是贱价 跟你要 老板 业主 第一个受害人 就是业主 第二就是母亲 另外这边 又是智慧 孖山兄弟 同年同月同日生 亦都 又会这样想不开 同日使 要挺好的兄弟 才会想起这些东西 现在 社会的压力 都挺大 大家 有什么想不开 都是找朋友 开解一下 如果朋友来找你 谈这些 要適当地关心 现在就好像 有些假象 但其实已经 呈现了 都承认了 香港已经 一直在衰退 衰退 很多人 有不同的困扰 财困 再加 面对人生的未来 都不是那么乐观 变成了 挺大的打击 然后再分析对 首先情困和财困 双重打击 亦都要两个孖山兄弟 互相感应到对方的感受 即是 他的意思就是 双倍打击 自己本身受这些打击 亦都感受到 哥哥或弟弟都有这些 四倍打击 大家 证一证 老母就惨了 一次没有了一对子女 然后 网民又翻查 发觉 母亲17岁 就生这两个儿子 亦都因而 产生 是不是老母 年轻 未婚 妈妈 不认识 这些我不评论 但有网民是这样提倡过的 下面也说到 40岁还在兼职 还在财困 还要两个又 刚好欠债 信藤摸瓜推你下去 是不是坏难倒 坏难倒 坏JPAS 又玩家密货币 很多余波衍生 另外 证一事无成 什么女生都接受不了你 可能 人们也是 各种幻想 是不是吵架 又是 难听的说话 这个头说话 刺激到两个 大妈小妈 又说如果做电工 起码七八万 不知道会有那么多吗 也未必的 但可能 两万多三万多三万多 怎样有点 但如果找那么多 都没钱剩 即是九成碎难倒 最大事 最害怕的就是 因为这个JPAS事件 刚刚 一哥 就是说 截至昨天三点 平时 收到 八三人报案 总涉款 三千四百万 大佬 几多人 填了一堂 真是要 正事关注 一哥做回事 最近 那边 鸿山半岛 有人说 那么对 鸿山半岛 那边 明显地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去作出什么跟进 这边又爆了一宗 世纪大骗案 还要涉事很多 鱼圈的艺人 知名的网红 看看如何善后 这些苦主受骗者 会不会得到应有的赔偿 应该也很难 才能光棍手 最重要是 先保住命 先别想不开 有什么 再拆 再拆得行 说就这么容易 但始终 你试下投入 一招全入 想着一招自负 谁知道 一夜 就输清光 那是挺大打击的 那么大点也好 总之 想得开的 他日 光湖再战 总想得行的 就是不要想不开 说就这么说 希望大家 现在 得到应有的 求助 本集来到先下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